里面又有移马 虽然它这个地方就会形成我们的地震的不平 所以我们现在在创造十项世界 为什么请你们手去按摩的东西 要撑着推开再推开 你看哦 你本来你的手里面有很严重的那个什么 或许你的那个造学功能不好 或者是你的肝脊也不好 可是我们的手你在按摩的时候 它就会进行热气 那热气就从你的脖子 左边是高右边是慌 那高与慌 你懂得透过神道心灵穴 心灵神会的这个灵台穴跟神道穴 它自然就会从坛中开出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以上呢 我们想说我们现在这一路呢 我们带着这个常驻法师 我们透过水来进化 我们有水波 我们有光波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阴波 以上呢 都是因为在我们住在太平洋 太漂亮了 那又离他们当地最美的温泉 你看到脂本 金轮 那泰玛尼就很特别 它居然就是 跟一般也不一样 它就融入在这个两边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去找这个 对大众方便 那我们在那边 那我们在那边一样呢 泡着自己 自己就是放松专注的念佛 那有时候你突然间 泡着泡着就放松就 好不好就睡着了 那周边因为 大家都是群测群里的 在那边念佛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水的一个流动 这个流动就是佛的意思了 我们就会突破 因为有一些人他有放松就是更加专注念佛 那有的放松 他的那个眼睛的视网膜 跟大脑的脉络膜还没有平衡的时候 他也会会直接放松睡觉的方式 所以波周三妹是没有在睡觉的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有这样子 看到这是我们这一段呢 整个台东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们也刚刚从有名佛师一路 那谈到这个地方 也七月呢 所有的十项世界 都是从我们自身运用在日常生活 一份感恩的心 反观内道的心 让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有佛法情致来运行 佛代表觉知觉醒 法代表觉知觉醒的法 所以佛陀是遍及一切处的人 他是真正觉知觉醒的人 所以我们的方法叫佛法 感恩一切荣耀 全部回向十方法界众生 或者您看到影片的时候 或者我们白晶家人 我们沿路的长水中 以及我们建议新的世纪的未来 一切全部荣耀 回归西方这个世界 感恩 阿密 狗 魂 就是这一段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看这个 大自然 我们学习 波士尼王跟佛陀在对话当中 他也是从人往户国经里面 你提到 我们在七难之中 第一个 他也是代表我们所谓的日跟月 就是说日跟月 甚至在最 最后的时候 有时候刚好五个太阳或七个太阳 当然人往户国经里面是说 全部都跑出来了 在这边吗 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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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